我知道各位开车人士 你曾经遇过路怒症发作的车主吗 或者说你自己就曾经试过路怒症爆发呢 所谓的路怒症Rodrich 简单来说呢 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会很容易因为交通的状况 而情绪失控 暴躁易怒 进而会出现言语或者肢体上的冲突 像是在马路上暴冲 狂按喇叭 闪爆大灯 碎碎念 问候人家的祖宗十八代 严重一点的还会叫人家下车 来跟你单挑 受了这么多路怒症的症状 接着下来呢 要跟你说一单真人真事 发生在柔佛新山 被行车记录器全程拍下来的路怒症个案 前天傍晚大约六点钟 在新山靠近KS要综合城广场附近 一名本地轿车司机 当时停在一个红绿灯前 当时红灯转绿的时候 由于有一辆罗里挡住了去路 阻碍了交通 造成市主不能马上起步 不过尾碎的黄色新加坡 注册的轿车司机 却完全无视这个问题 路怒症大爆发 反而还相当急躁的狂按车敌 要前方的车主 你敢敢冲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就要给大家看看 事发当时的画面了 来看一下 当罗里开走之后 这些市主呢 他就已经马上向前走了 但是那名失诚的黄色轿车司机 却在这个时候怒怒症发作啊 他企图要开入逆向车道 危险超车插队 不过当时候呢 逆向车道已经有其他车辆了 所以呢 司机只能够返回原本的车道 继续尾随事主的车子 但怎么知道 这下就让这名新加坡的车主 反而更怒了 还在车上两度朝事主 比中止 过程当中呢 副驾驶座的女乘客 还被拍到一度摇下车窗 将垃圾随地丢在马路上 市主后来将这一段行车记录器的 视频画面上传到面子书 并在帖文当中指出 这名新加坡轿车司机 最后还拦下他的车子 对方摇下车窗 不只是用侮辱资言来辱骂他 甚至还要他下车打架 市主说 当时他在车内还有小朋友 但是对方却还是很大声地 用侮辱资言来辱骂他 市主也透露 他在执法机构的平台 寻找对方车子的资料的时候 就发现 这名司机在两个星期之前 也曾经被其他道路使用者举报 而且有关的轿车 也没有合格的登记资料 那这一段陆怒症的视频 后来也在网络上引寝热议 有网友声称 在事发当晚 他也遇见了这名司机 对方鲁莽驾驶 差点就酿出车祸 也有网民说 对方使用虚假的车牌 因此就没有办法查到他的资料 而中国报也针对此案 询问了新山南区警方 想要了解详情 但是截至截稿呢 还没有任何回应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